节目中周星驰跟孩子打成一片 很有个人风格 吸引了不少前辈注意 但周星驰肯定不甘心 一心想进剧组 却做了儿童节目 所以仍旧带着自己的戏剧见解 到各个剧组混龙套角色 饰演宋明仪的周星驰被杨康抓给梅超峰练功 饰演杨康的是苗乔伟 他的妻子就是周星驰的街访家介绍人 齐美真 随着一生 宋明仪被梅超峰拍死 周星驰提议 导演 我能不能第二掌再死 这个叫杜齐峰的副导演 说了脏话 他跟龙炳基出演单元剧黑白僵尸 因为同样是儿童节目 没有高层注意 周星驰就开始在剧中夹带私货 经常天马行空反传统的恶搞台词 制造效果 把其他演员逗得不行 然后遭到了家长投诉